1947年,日本已经投降两年了。虽然战争的阴影,依然笼罩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,但是当初那种随时会亡国灭种的威胁,已经不复存在。 老百姓一改往日,因看不到希望,而变得麻木的神情。 轻松的笑容不时出现在脸上,突围放鞭炮的小伙子,小姑娘应该只有十二三岁吧?明显是父母安排的婚姻。 这对新人看起来不怎么高兴呀?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结婚的意义。 不管年龄多大,结婚就是要喝酒的。干活,理发,小学生,全家福,看来是个丰收年。 骨子这么好,理发,驴拉膜,为什么没有把驴的眼睛蒙上? 小学堂,壮钟,先生,洗衣服的女人,缝纫机,人力车夫,木工,这个是在干啥? 药铺,杂货铺,丰收,小茶馆,猪肉铺,卖香烛的老奶奶,卖小玩意的小贩和孩子们,小姑娘很可爱,客杯。